丁雪 丁雪啊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咱们好好想想 你妈 她可能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她这么做 就是不想让我找到她 不是的丁雪 很明显 她是怕连累到你们 难怪她当时不要回前方 坚持要这个拆迁补偿款 她早就打算好了的 你说她说的那个好去处 到底是哪儿啊 丁雪 你再仔细想想 你妈有什么好的同事 或者朋友没有 会不会去投奔她们的 更不可能啊 老康 你真是聪明 你是糊涂一时啊 老齐现在觉得自己是个包袱 她连自己女儿都不愿意麻烦 她还去麻烦别人吗 绝对不可能 那倒也是 可她 她 她会去哪儿呢 我知道了 肯定是去了那个地方 他所在的地方 说的 全世界 我能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大地是宝宜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天明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 终于来今天 老公 妈 这些天我们一直都在找你 所有的人都在找我们都快急疯了 妈 你快跟我们回去吧好不好 妈 我真的求求你了 姥姥最终也没有跟我们回去 她说这里是她晚年最好的归宿 她说她在这里心里感到贪实 平静和快乐 妈妈最终也没有收复姥姥 只得选择尊重姥姥的意愿 后来康爷爷也搬进了那家养老院 康爷爷的儿子特地从美国赶回来劝说 可是没有 康爷爷的心思我们大家都明白 她呀是想更好的照顾我姥姥 后来呢 后来呀 我和妈妈每个周末都来养老院看我的姥姥 还有那个康爷爷 你的那个康爷爷爷 她现在在哪儿 在呀 她一直都在这儿呢 我怎么不认识她 您不认识她 她可认识您啊 老秦 你看 她来了 老秦 老秦 这个老头太讨厌了 别理他 他老来烦我 姥姥 老秦 老秦 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女儿丁雪来了 丁雪来了吗 你女儿丁雪 她还带了一个人 谁 谁 你女婿 许光明 你看 来了 妈 你女儿丁雪 走到尽头 曾经的温柔 已经无情地被偷走 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 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 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 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 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 最后一次解脱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出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承诺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难道就不能回头 曾想对你说 怎么能忘了说再一次 再一次拥抱我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出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承诺 无奈的承诺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难道就不能回头 心想对你说 怎么能忘了说再一次 再一次拥抱我 再次拥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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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